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礼拜一要来在单元当中我们要来聊聊的要来看的这个话题 看到的其实是资讯教育这件事情 过去了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年龄的听众朋友 如果你是比较中壮年的话可能没有所谓的电脑课 不过呢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 你大概也经过一个时段就是你在国高中的时候 电脑课可能会被当成是它是不是那么重要的科目 就是所谓的不是考试的科目 所以当呢要进入到了考试的重要时间点的时候 电脑课可能就会被拿去作为 这个被老师认为是重要的科目 那么这是我们可能经过的某个阶段 但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一个资讯时代 不管你从事是什么样的专业 怎么样去search 怎么样去拥有一个搜寻基本的资讯知识 或者是运用资讯的知识 其实是不管你从事什么样行业要有的基本能力 而这样的基本能力是不是应该是在我们的就学阶段 应该要养成的呢 那如果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资讯教育都教些什么 那未来我们应该要拥有怎么样的能力 在资讯教育当中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的养成 那再看另外一个方向 这几年也流行写程式 青少年写程式或者是儿童学程式 那也许很多的家长大概有听到这样的风行 那也会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去学写程式 而我们也会把写程式这个事情就当成是资讯教育的全部 那这两件事情我们今天在单元当中会把它合在一起看 看的是资讯普及教育到底应该是什么 从过去到现在的资讯普及教育到未来我们要拥有 未来的资讯公民的关键能力 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资讯教育呢 在单元当中我们今天在话题星期一 邀请到节目当中的特别来宾 在针对这个主题呢 他们非常适合和重要的观察 要在单元当中来介绍给大家 那么在今天的时间点 事实上在2月27号 SICCON学生计算机年会 第四届的年会会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馆来举办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介绍过 这群他散播在国高中大学 对资讯有兴趣的朋友的一个集会的平台 那透过年会呢 把当年的这个精神主题来做一个展演 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 我们要来跟我们谈谈咨询普及教育的精神 应该是什么的 在今年的年会当中呢 事实上这也是在年会当中的论坛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讨论的主题 在单元当中我们就邀请到我们 学生计算机年会的几个重要的关键人物 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跟我们做讨论 首先呢来介绍我们 SICCON学生计算机年会 在去年跟今年总招 同时他也是台湾科技大学 资工系四年级的Mouse郭杰颖 好 欢迎Mous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么另外呢 也介绍我们 原汁大学资讯传播学系硕士班的 叶子刘君彦 同时也是年会的 今年的行销组组长 哈喽 叶子 各位同学新年 各位观众各位同学 新年快乐大家好 好 那么接着是我们呢 学生计算机年会的发起人之一 也是担任非常多届的总招 Danny皇 黄一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那么同时呢 这个黄一静呢 也是在今年的年会 当中的这一场重要的论坛 资讯普及教育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的主持人 好 像我刚刚开场的时候 我就讲到 像我们其实高中的时候 没有所谓的电脑课嘛 那即使到后来 有电脑课之后 如果现在在年轻朋友的话 可能经过的电脑课 大概是World Office的那种阶段 那再跳到 如果说啦 我们从以前的电脑课 就学World Office 或是XL这种东西 再跳到 我们马上要在电脑课里面 我们就要教写程式哦 突然间会觉得 有种本来是 只会坐着而已 突然间就叫他 起来跑的这种感觉 我想先从大灾问的 这个问题开始来看 拥有资讯的能力 这样子的能力 它为什么是重要的 先从我们的黄一静好了 对 因为你其实 现在已经电脑是辅助 我们主要的 应该说你的产业上面 一定会透过电脑去辅助 你去做任何事情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因为有电脑辅助 所以其实你可以方便 快速的 更有效率的去完成一些事情 那这已经成为是 不管哪个领域 都会碰到的基本能力 那所以对于你一般人来说 你到底应该 要会什么样的东西 以及你要去知道 程式的思维 就是程式运作的 基本逻辑思维 应该是什么样子 那你也可以知道说 你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去更快速完成 你要做的事情 对 透过电脑 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去辅助你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很直接的生活经验 就是哦 我不管你以前 喜欢上电脑课啦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说 你走到哪里 随身都带着电脑 就是你的手机嘛 没错 对 那如果你越会了解 怎么样能够 轻松的使用的话 你越可以去获取资讯上 你就可以比别人 先到一步 没错 所以怎么会资讯教育 跟你没有关系 但我们当然等一下 回去看一下 我们资讯教育 到底都教些什么 那燕子 燕子来跟我们分享 你的感觉 你是 你的阶段 电脑课是教什么 在我的国小的阶段啊 我记忆中 那时候的电脑课 是教Fresh 还有教我怎么写网站 其实那时候是很 学电脑 对我来讲是一件 算是开心 因为我们会做出一些 有趣的东西 跟同学 sharing跟分享的部分 那到了国中 其实就刚慢慢的开始 电脑课就被侵蚀了 对 那开始学到一些 应该说开始电脑课 就变成好像不重要的一门课 然后被抛弃 然后到了高中 甚至就是这门课 好像disappear了 对 那一个状态 或是它下面有个刮壶 实际上上了某一个 其他的东西 对 在我的观点里啦 其实刚才提到 生活化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真的蛮重要的 因为 确实你现在根本离不开电脑 可是 我觉得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 我们在离不开电脑 中间像我们是 我们驾驭工具呢 还是工具来驾驭我们 就是我们被电脑 牵着鼻子跑 还是说 我们其实了解它 理解它 跟它做个好朋友 然后至少可以 比较知道 它怎么运作的 那我们其实在用它的时候 就会比较得心 运手一点 Moss 其实我跟其他两位 就比较特别 你的阶段呢 是不是每个人都要问一下 你的高中电脑是叫什么 我以前算是高职 那也比较特别 就是 以前在国中的时候 其实我就觉得说 我自己 是比较适合 从未来要走 学城市这条路的 但是在国中 其实 完全全没有这样的资源 可以给我 对 那我们的电脑课 就在教 教你怎么打字 然后 然后就是你在电脑课上面 就要去 去比你的那个什么 打字速度 然后 对 然后那个 那个什么 老师就会评分 对 那我觉得其实 在国中 我就觉得 这电脑课是非常 非常无聊的 而且因为 因为我在国小 二年级 三年级 其实我就接触电脑了 所以我那时候得的 那个什么 打字速度是非常快的 对 我就觉得这场课 然后 你就觉得很无聊 因为他教不了你什么 对 然后再来 其实我就发现说 在台湾 我如果未来在大学 想要走资工系的话 那可能有两条路 一条是 从那个什么 普通高中 然后考学测 进所谓的资工系 然后再来 另外一条路是 是走高职 就可能是从资讯科 然后考统策 然后进次工系 那其实我 我那时候在国中的时候 我的自然跟社会 是非常差的 对 因为我会觉得 这些科目都没有 没有办法 引起我的兴趣 所以当然 如果我要去考学测的话 其实对我来说 是非常不利的 就是你不是属于那种 在考试上 会有很好表现的 因为那件事情 你觉得没有热情 对 没错 所以我后来 其实就走了资讯科 那我其实很开心的是 在资讯科 所学的学科 几乎都是跟数理有关的 因为我在数理方面 是比较擅长的 那当然 后来也比较顺利的 就是考上台课当 对 那我是觉得说 我算是幸运的人 让我可以 在那个什么 大学阶段 可以顺利的进入资工系 然后在大学 接受这样的教育 但是其实我身边 有很多的人 并不是这样的 对 就是他们可能一样是 对这样的路 是有兴趣 但是他们没办法 走 例如说走高职 例如说 那什么 家里的家长反对 之类的原因 我们在资讯教育的想象 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拥有在资讯的 专长的孩子 他应该要接受的是 什么样的资讯教育 那么如果呢 非走资讯教育的专业的 对于一般的孩子来说 资讯教育又应该 给我们怎么样的 一个养成 在现行的资讯教育当中呢 是不是有这样的设计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再来进行 我们今天的话题 星期一的讨论 资讯教育的现在与未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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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回来生活 InDesign教育电台 礼拜一到礼拜五 早上的九点钟开始 今天呢 在礼拜一话题 星期一的单元当中 我们来谈谈资讯教育 资讯教育的重点 到底要养成的是什么能力呢 过去的资讯教育的课程 它的核心是交些什么 那现在呢 我们要怎么执行 放眼未来资讯教育的课程 到底要养成的能力 我们在现在的学校 所提供的资讯教育课程 在大纲当中 有没有看到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的三位好朋友 由我们目前是 台湾科技大学 磁工系四年期的 郭杰尹茅 他也是学生计算机年会 这个由学生 对于资讯有兴趣的 学生们所组成的一个平台 学生计算机年会的2015年 以及今年2016年的总招 以及原制大学 资讯传播学系硕士班的 刘俊燕 他是今年的 Seacon学生计算机年会的 行销组组长 以及Seacon学生计算机年会的 发起人之一 也是前总招 Danny Huang 黄一静 台湾的资讯科 其实是从原本的电子科出来的 所以他其实在统策的考课里面 资讯科跟电子科 考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对这是很特别的 你就可以听到这个 对很特别其实是 讲的比较客气一点 其实是一种谬误啦 因为他就发展 他是两种不同的能力 对 他两种不同的能力 那你怎么考的是同样的东西 对考一样的东西 那当然不一样的可能是在 高职阶段考的 你所谓的证照 或是其他东西 像我们在高职的时候 我们考的证照 可能是所谓的电脑软体应用 那他其实他的内容就是 像是Word 或是你要处理一些 像是Excel的资料啊 这种东西 那可能在电子科的伙伴 他们考的就是所谓的 什么工业电子啊 之类的证照 所以在差异的这种能力养成 其实是在学科之外的事情 对 所以就三位 是不是都有经历过那种 你觉得在学校上电脑课的时候 是很像局外人 或是很沮丧的那种心境 算是有吗 就是你就是心情上 比较像个客人这样 因为他没有办法吸引你 或甚至是没有办法吸引你 搞不好还 你还觉得他很无聊 对 所以你没有办法 不但没有办法投入 而且他只有浪费你的时间 其实甚至有时候 干脆反课为主 就跟老师混熟一点 换成我教好了 我们刚才其实看到的都是 三位跟我们分享 也许我们看到 资讯教育 就是我们在资讯教育的 现场的一些 实际观察 实际的经验 那我反过来问一下好了 但是资讯教育到底 应该要是什么 那它应该分成两个部分 像三位可能是比较会 我们比较会定位成 你本来就对学程式 你本来就对资讯有兴趣的 可能你所谓的 这个部分的性向比较明显 那不表示其他地方没有兴趣 就是这个部分的性向 是比较明显的 那当然现在人可能有很多专业 maybe你的职业可以拥有很多的专业 那我们把它说好了 就是说你这个能力 它可以发展成成为一个职业 三位比较像是这样的典型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 他都需要以资讯作为他的职业 那我们反过来看 那如果你不是以资讯作为你的职业 就表示你不需要有资讯能力吗 那当然不是 但是怎么样是我们应该要养成的资讯能力 其实我们会发现说 刚才会跟我们分享 就是过去的电脑课里面 我们看到纯粹都学的都是很技术 是很技术面的东西 但是在这几年突然间很夯的 就是在各国其实都有 就是包含了教育圈 分享很多教育理论都会看到说 大家说要学城市设计 欧巴马说要学城市设计 从小就要学城市设计 然后在欧洲也是 就是说要学哲学课 要学城市设计 那国内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含家长圈也很夯 如果在都市型的话 可以看到家长圈也觉得 越早让孩子学城市越好 然后就变成写城市 变成是一个很热门 或是很时尚的事情 那也许学城市设计 就等于是资讯教育 那资讯教育的能力 到底是什么 其实像我刚刚提的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 学会学城市 需要知道 照理城市怎么运作的 那刚刚提到欧巴马 在提倡说学城市这件事情 那其实欧巴马会 你在新闻媒体看 说欧巴马开始 学城市这件事情 他其实是在推广一个活动 叫Out of Code 那Out of Code这个活动 它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活动 包含Seekon也在 也有办了两场 这样的活动 在每年年底 对那 Out of Code的精神 其实很简单 但是其实我觉得 在台湾的家长 都会想过头 对Out of Code其实 非常简单 它单纯就是 让你去玩一个游戏 它不是在欧巴马亚 写城市 它不会让你觉得 你在写城市 它是给小孩子去玩游戏 甚至是大一点的人 他去接触一个 简单的游戏 那透过游戏当中 你去了解说 城市的逻辑是什么 比如说一些Full Loop 就是递回这样的概念 或者是回圈这样的概念 那你从游戏当中 去了解这样的概念之后 你可以把这样的精神 去用在你的生活当中 就重复做一件事情很无聊 为什么不能丢回电脑座 就单纯这样的想法 让一般人去了解 这是Out of Code 很重要的精神 对 那可是在台湾 很多家长就想过头了 就觉得说 所以我应该 带我的小孩去学城市 所以他一定要开始去 开始打着 像我们这种专业的城市 但其实对一般人来说 他其实不是这么必要的 对对对 作为一个研究者 就是有去看一些文献 其实WINS有一个学者 他2016年有提到一个 叫运算思维的东西 他说现在其实精神教育 要培养大家 是一个运算思维 你可以像 因为像是把它理解成 就是像电 能够理解电脑怎么思考 或是你要怎么 像电脑一样去思考 然后那他就是 他其实主要的精神 就是说人运用数位科技 可以有效的批判 并且审视资料资讯 并且加以评估 以及延伸创造的能力 那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是你自己本身呢 你在这个生活的场域中呢 其实你可能遇到一些问题 假设他需要大量处理的问题 你可能知道说 我现在看到这件事情 我可能用ESale处理比较方便 是 或是我可以运用哪些 类似ESale的其他的工具 他可能有更快的处理方式 你可以在 因为你了解了 就是资讯 你当你会评估 以及你现在看到的东西的时候呢 你会有一个 比较偏资讯的思维的 一个判断的能力 其实它是一个素养的养成 它是一个素养 然后让你的 是一个生活能力的一部分啦 那当你带着这样的素养的时候 它让你在生活上 不管是学习 或是生活状态 是可以比较好的 所以它是 你透过了各种不同学习 内化的 而不表示说 你要拿来show off 我会写程式设计 但是内化是需要过程的 需要时间的 这种内化 其实某种程度上 也有学着提出 其实这种内化 或许它会变成一种 终生学习的环境 对啊 它其实对于 人 对于我们现在人类的发展是好 因为它变成你可以更加的 去了解到 去认知 现在目前的整个社会的发展 或干嘛的 它是你去看世界的 另外一种不同的角度 举个最实际的例子 就是我们常会碰到 你回收问卷 报名资料等等的 这些你要分析处理 难道你还活在传统 资本的方式吗 那件事情 其实非常痛苦 而且非常没有效率 那所以其实 如果你已经有一些 基本程式能力 或者是你学会用一些工具的话 其实这可以非常快速的 增加你去处理 这件事情的效率 像其实我现在在台队大 那我们学校 其实有位老师 他就开了一门 就是他开了一门 那个什么通试课 叫做网路生活与安全 其实这门通试课 在我们学校是非常 非常抢手的 为什么呢 他就是他这堂课上面 资讯的安全 对 他这堂课 他会在课堂上面 介绍说 举例来说 Google是怎么样 在你搜寻的时候 把他这些结果做排行 对 然后还有就是 你在生活中 你要怎么保护你的隐私 这些议题 在我们的资讯教育中 其实也应该是要让 就是让大家都可以知道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生活中 都在使用这些资讯工具 但是我们可能不懂得 怎么保护自己 我们也不懂得说 今天有个人 发个line过来 那他到底是不是病毒 对 其实这种 在这种普及的观念 其实我是觉得 在课堂中 也要让同学们 都可以理解 对啊 这是蛮重要的 所以很简 但是很简单 你现在的资讯教育的能力 符不符合使用 只要从 一般人 就是我们在用 其实在用科技工具的时候 知不知道 第一个 知不知道如何充分运用 获取资讯 第二个 你知不知道如何保障 你自己的隐私 如果都不知道的话 那就表示 这个部分的 基本的尝试 是欠缺的嘛 就是资讯的运用 跟使用的能力 是欠缺的嘛 那这些东西 如果都要靠自修的话 那你学校资讯教育 是做什么 也就是说 反过来看的话 其实资讯教育 要养成的能力 应该是这个 而不是每个人 都必须要 会 卸得是 对 那是太 肤浅的一个 看法 当然啦 在教育 在教育现场 牵扯到的 关键因素 有很多啦 那我们要看呢 就是说 一个是我们在 资讯教育的 这个课纲啦 我们的课纲 就是我们的教育 必须要与时俱进的话 才能让我们 未来的人才养成 是可以去面对到 未来的变动社会 和资讯教育 你要有关键能力 那我们就要来看 我们课纲 是不是足以 让我们在人才养成的 这一块呢 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那三位 也来跟我们 观察一下 当然三位 都不是教育学者 但是三位的 重点是 一个在资讯圈 那第二个 离学生时代 也还蛮接近的 那也了解 过去的资讯课 跟未来 要拥有什么样的能力 三位应该都有一些 先见之明 在上一段 有讲一个学者 讲的那句话 其实是 看在课纲里面 有提到 那个其实 我们的课纲的发想 是用那句话 去发想出来的 我们台湾发想出来呢 其实有几个 就是干要是 资讯科技概念的认知 使用 以及资料的处理分析 还有就是 网进网络的认识应用 以及就是 你的资讯科技 与人类社会的 就是一些素养相关的 相关的点 其实 就我们来看 其实这一点 如果它实际上内容 目前有 它的主要的目标 有这几个目标啦 那 这几个目标 在执行上面呢 其实我们看到的 几个问题是 比方说像时数上 是我们目前 最担忧的一个问题 因为 时数上 其实看起来就是 还是每个礼拜 两堂吧 对 然后是从 国小阶段 三四六年级 弹性的课程是 每周两小时 弹性时间 老师自己运用 必修科 然后高中是 必修两学分 共计八学分 可是高中的阶段 有趣的点 它是跟 中文活动放一起的 对 那 其实如果按照 我们过去的经验 就是 中文活动 其实就是看 各校的政策 说现在中文活动 师资上 或者是 就是时间上的安排 就是有时候 是上某一门 有时候上某一门 就是你不可能 每一堂课都会 去接触到 另外就是 师资的问题 就是我们 其实学校 有些老师 对于 对于就是 资讯教育 这块的 对于资讯 这个东西的认知 他也没有这么熟悉 他也没有这么熟悉 而且就是 好像不是每个学校 都有电脑老师的部分 那 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担忧一点就是 它是不是一个 真实产域的运用 因为当你把它 视为是一门课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 常常我们每个老师之间 都要把课签很清楚 对 我是电脑课 你就是做电脑课的事情 我是国文课 你就不要跟我用电脑 对啊 所以这个 不好意思打个小叉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 是不是如果要 做资讯教育的 这个深化的话 是电脑课这样的 就是说这样的名称 应该要先改掉 因为什么叫做 用电 什么叫做电脑课 就像是你平常 在使用电脑的时候 你说你在用电脑 但是你打着手机 你也在上网啊 所以什么叫做用电脑 所以是不是 电脑课这个概念 它基本上 就是蛮应该要 被改革的 它应该被分解 融入到每堂课 这样的感觉 我们觉得说 资讯教育 应该是在 每一门课的老师 其实在他的教学中 应该都要稍微 带入一点 就老师本身 就应该要拥有 这样的能力了 对 像我们有位伙伴啊 他们学校的一些课程 其实是运用一些 用一些资讯的工具 去做教学 或是来教作业 来去改作业 其实我们就觉得说 他其实对同学 就已经把资讯的 这些能力 或是使用这些工具的能力 带到课堂中 没错 对 我们觉得其实 这也是 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没错 所以如果他是 国文科的老师 社会科的老师 地理科的老师 如果老师自己都觉得说 这个电脑是跟我没有关联的话 那他要怎么样去让 他要怎么样去教小孩 把资讯能力 运用在他自己的专业能力上 因为他自己就没有啊 没错 是 那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其实也在看啊 当他变成一个必修课的时候 我们担心的是 其实有些城乡 城乡差距的问题 就是 有些城乡 在乡下的学校 他们可能有电脑教室 可是他们缺的是什么东西 是 就是 电脑教室可能也没有 长时间的开放 因为以前他家里 没有电脑嘛 那我可能就需要 如果真的变成必修课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有 可以practice的空间 跟practice的时间 我家里没电脑 那你是不是学校 应该要提供我相关的设备 或者是设施 可是 在台湾 在台湾目前 虽然说我们 目前很多设备都已经下降了 可是下降之后 没有一个进一步好的一个制度 或是一个好的 就是开放的办法 可以让这些 我们想想的小朋友啊 或者是说 可以去使用啊 还有就是 其实 这些现象也在一些城市的一些学校 也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 有这个空间 可是你就看得到 用不到 那变成是大家 当他变成必修课的时候 会不会是一个造成 小朋友之间的那个落差 反而害他们觉得 啊 我家没电脑 那我这门课就等于就是 我就 我没办法练习 我放弃了 可是这样也很矛盾 如果你没有把它列为必修的话 它是选修 那你就可上可不上 可是列为必修的话 你又说 那列为必修这样子 就是徒有 徒有硬体 而没有软体 那所以到底要怎么 所以到底要怎么样 所以他的问题 到底在哪边呢 所以不是 他列成 不是资讯课 他列必修 还是列选修 不是这个问题 对不对 对 这不是主要最关键的问题 而是就是 整体的配套呢 有没有其他的配套 比方刚才提到的 师资的问题 还有就是 整体环制 环境建制了 可是环境建制后的 就是 使用规则 使用规章 或是一些 其他配套的制度 让小朋友之间 可以让这件事情是 更有时间 更有机会去练习 各的新手的 对 然后另外一个面向 可能就是 他们在整体的 心态上的问题 就是面对 资讯的时候的心态 你是觉得 它是一个 算是 比赛性的东西呢 还是说 它是一个 还是它是一个 你特殊 要有一个能力之类的 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 很多时候会资讯的人 变成是出去打比赛的 这种人 对啊 但我们 我们觉得 未来其实并不应该 是这样的 而是每个人都应该 要会一些 对 那你真的特别 赚金的人 那你才去 特别去 怎样的 再深入 对啊 对 因为其实像 我个人过往经验 就是我过去的 像我们这时代 很流行 练音乐 对 那练音乐 练到最后就是 其实我爸妈 是变成我爸妈 在逼我去 上音乐 这种的东西 那其实我最后变成 对音乐很反感 那我很不希望 这样的状况 发生在未来资讯教育 就写程式 对 就是去写程式 程式好棒 就是下课 然后爸妈妈就说 去补习 然后去写程式 然后教了 然后上完课之后 就说你先学了什么 你写了些什么 对 然后结果变成小孩 都很讨厌写程式 然后后来你看到 看到写程式 你就觉得快要吐了 对 那这反而是一种反效果 我们其实很不喜欢 看到这种状况 那我们其实很希望 看到的是 其实你在小的时候 你去多方接触一些东西 不一定是程式 你去多方接触 更多的东西 然后去找到 你有兴趣的东西之后 你再去根据 你有兴趣的东西 去深入学习 这样我觉得 我们就觉得是 这样比较好的效果 嗯嗯嗯 那我们还是要反过来看 有的时候家长 其实也很无辜啊 哈哈哈哈 就是说 我觉得东方的家长 会有更多一点的期许 是希望还赢在起跑点 那如果我们希望 我们反过来再看 资讯教育 它的重点是什么 你要怎么样 让资讯的能力 内化 成为内化 成为你的 成为你的内涵的一部分 在家庭当中 家长可以做些什么 其实一线简单来说 如果你的小孩 想要尝试 了解电脑 到底怎么想 到底怎么运作的话 其实现在 offcode 我刚刚提到 offcode的教材 它其实都整理的非常棒 好 就是如果你真的家长 可能希望小朋友 开始去玩 去尝试的话 offcode的教材很棒 就是它把 都是把城市 融入游戏里面 然后你可以从游戏当中 去学习城市的概念 所以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入门点 可能也是 连家长都跟着 小朋友一起学 对一起学 对因为其实 像有的教材 可能 以小朋友来说 他不会去选择 到底我要选这个比较好 还是选那个比较好 那其实如果这时候 家长也一起学的时候 当然 以小朋友来说 那他就可以 跟家长一起去 去这样进行 对他来说 比他只有一个人 然后自己上网 去找这些教材 还要好 所以这个帮忙 家长如果要帮忙的话 跟孩子一起学 其实 陪伴在旁边 是很重要 我觉得陪伴 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办 all of code的时候 其实就是家长 带来小孩来 然后我们旁边 有一个助教 就是引导他们 那反而 我觉得家长跟孩子 一起在 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是 甚至是促进 家庭关系的 很好的方式 对啊 我觉得其实 有个关键啦 就是家长的心态 或许可以 稍微的转变一下 就是从禁止 或是从这些 见远知 或者给限制小孩子的 这个状态啊 慢慢转换成是一个 陪伴他一起用 因为 我就不信 有很多爸爸妈妈 他们其实也都会用 电脑手机 这些东西嘛 那我觉得 它变成是一个 爸爸妈妈用什么呢 你也可以跟小朋友分享啊 对 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可能工作中 就已经会用电脑 因为像我自己的经验也是 因为我爸爸会画画 我爸爸是在做 就是印刷相关的 那他就会用电脑 做一些设计 我本身也是 从他这边去 学到一些技能的 嗯 这个家长的陪伴呢 其实是会影响 学生蛮重要的 嗯 那像我们在奥克 其实也观察到 有时候甚至家长 跟着一起学的效果 更好 那这样子就啊 到了学校教育的阶段 应该要有 什么样的内涵跟课程 也相对重要啊 大方向会期待 应该要朝 什么样的方向走 三位的 我会期待的是那个 可以真的做出 些什么的概念 如果它是有一个 实体目标 比方说做一个网站出来 有一个实体的实作的目标的时候 我觉得或许到了 到了进入入学阶段的时候 老师们 老师们之间或许可以去 安排出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算是目标性 专案性的目标 其实这整个过程呢 如果它是一个 以实作为导向的 我觉得它可以慢慢去培养 小朋友在这整个过程中 有更多对资讯有热情啊 或者是 他搞不好在 刚才这整个过程中 这整个专案的过程中 或许他得到热情的地方 不一定是 资讯搞不好 其他地方也会 默默的被激发起他的兴趣 应该是要开始 让老师们之间互相去配合 可能跟电脑老师合作 对 那这样其实做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 从国小 因为我刚才讲说 我自己国小 就有这样子的老师 这样做 那其实那时候的经验 让我觉得学到非常非常的多 其实是融入每个科目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不只资讯科技 其实在过程中 你会学到其他更多领域的东西 所以去完成 应该说 把你希望学生学会的东西 融入到各科里面 然后以专案性质 让学生去完成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方式 是啊 冒实呢 而且其实我也不太希望 同学们一开学的时候 就会拿到一本 就是所谓的资讯的课本 然后就是 为什么我这学期 又多了一本课本 就是 可能 可能他的内容 可能就只是在 只是在介绍 或是在 教你这些知识 而没有一些 你实际的动作 可以去引起他的兴趣 也会有些影响 他们 没有我们都感觉 拿出一个专案出来 会是一个 拿一个专案成果 你实际看到成品 就在你眼前 那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 而且你从中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知情 所以呢 如果说 你还要在其中 补强 或是真正要落实 这个资讯教育的精神 这三位看起来的话 看学校跟老师的自主性 是不是就占了 很强的部分 因为其实课纲 它其实只是给一个方向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 局限你的东西 它是给你一个方向 让老师们知道说 它可以往这个方向走 那所以其实我是觉得 接下来就真的是 非常看各个学校的老师 跟校长们的配合状况 所以他们面对 这样的议题的心态 对 因为其实像我去年参加 那个资讯国立发展论坛的时候 那个中正高中的 简历菲校长 他就对于这个想法 就是他对于资讯教育 以及很多各科目之间的 沟通协调 很多很多很多的想法 对 其实每个科目都应该均衡发展 然后很多对于资讯教育的方式 就是他有很多 他很棒的想法 那我们知道 学生集团纪年会 今年的年会是 2月27号 在中央研究院 人文社会科学馆 今年的一个主要精神 是开院贡献 那其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议程 也是今天我们所讨论 然后邀请到三位讨论 就是资讯 普及教育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但是这个报名时间已经结束了 如果说 对这个议题 如果是有兴趣的话 那还有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参与 或是听得到这个论坛的内容呢 好 那我们就是基本上在活动单天 我们是有高画质的现场直播的部分 在YouTube 在某个上面都会有一个现场直播 那现场直播 旁边也可以就是进行一些发文 跟打文字 互相聊天的一些互动 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啊 也可以让大家可以 我们就是如果真的有兴趣的一些参与者啊 那也可以欢迎大家 就是透过这个方式来跟我们一起做一个讨论 所以家长你如果有什么样的想象 或甚至是挑战的话 你也可以在线上发问 那大家就是脑力激荡来回答 maybe没有标准答案 但是你可以听到不同的答案 也许跟你的想象会不一样 但重点就是 要发表意见 要发表看法 那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还有一个方案是 个人赞助的方案 对就是如果你 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对的 支持我们的理念的话 其实我目前个人赞助的话 还有开放 对 就是donation的意思 就是因为我们的年会 今年是举办第四届 那其实往年我们都是不收费的 那包括今年也是不收费的 我们是希望说同学们来参加 不要有压力在啦 所以我们的经费 其实都是由赞助单位来支持我们的 对而且赞助单位 包含比较大的金额赞助 那也欢迎比较小的金额赞助 其实这些都是包含 像三位这样的 这么多的这个伙伴们 在生活当中把它当成是一个重要的理想去实践 那为的也是 其实大方向也是希望说 资讯教育它能够真的 不管你是把它当成是你的生活的能力也好 或者是在国家未来的资讯的人才养成也很好 能够尽一分力 我想三位的态度应该也是这样 那如果学文经旁边的听众朋友 你也支持这样的想法的话 你认为资讯教育是重要的 国家的未来人才养成是重要的 那么你可以来关心 你可以发表你的想法 或者是你可以做一些支援 那这都是非常欢迎的 给这些热情的 在这个领域当中呢 劳心劳力 有时候还要爆肝 有的时候你要感动性的时候 那每个人生活当中都有其他的专业嘛 主业嘛 我相信在这些年会当中 很多朋友是同学生 那也有呢 已经出社会 出社会是有工作的 那学生就有你的课业 时不时还要考试 但是还是要挤出时间来做这个事情 那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大家也都很热情 那就像是开源的精神 需要大家 需要大家来赞助 那才能够让这个结果呢 是能够更正面 让更多人可以分享 好 那在这边呢 我们今天很开心的 访问到我们 学生计算金年会 今年的总招 帽子郭杰映 还有我们行销组 组长刘俊彦燕 还有我们这个发钱之一 黄玉镜 今天到节目当中 最主要的方向 看到了资讯教育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资讯教育 就不只是把孩子分成是 他是打电动或不打电动的 这个玩game或不玩game的 那这样子的话 你恐怕会 阻绝了孩子 成为更好的人才 这样的机会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 关心这个主题 也谢谢三位 谢谢 另外呢 在今天 农历年恢复上半的第一天 一个小时的生活 Indiesign 就进行到这边 感谢你的收听 也祝福您呢 延续过年的时候的好心情 我们明天早上 同样的时间 上午九点钟 生活Indiesign 明天要进行的是 环保的主题 祝福您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